现在就让我们重温一下实材安装施工程序的重点 实材要用保护材料垫好并且放入木箱 膨胀螺丝要挑选做拉力测试来确保力度足够 开工之前要确定有足够的开工墨线 外墙要涂上工程师审批的防水计 钻孔的时候遇到钢筋要移位 而超过允许的力学数据承包商要向工程师报告 安装强身实材要先把最底下一行做好 然后一行一行向上安装 沙浆要是可以搓成球状而不会散开才算是标准 完成安装工序的实材要有足够的保护以防受损坏 安装火烧面实材前要先把实材表面清洁和涂上一层保护层 安装台面实材前要确保墙身的打底位置对设计角度 所有墙身和地面要通过水平测试 在建筑工地里所有的工序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和严格的规矩 可是无论规条有多完善 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参与的单位和每一个人都要忠诚合作 质量才可以有所保证和进步 齐心合理上下一心提高房屋的质量 为人为己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居 这是我们建筑业每一个人的分内室 knes ак免到头部 于rb 我开始订阅 财靓上 售 崙